郭文貴議員 縣長 副縣長 我們局處的主管 各位議員動員 各位貴賓 各位民主主 各位 life 的主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們先讀上次會議紀錄 第一次會議紀錄 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12日上午10时01分 地点本会议事厅 主席张议长明达等20人 内席吴夫县长方明等25人 来宾各报社记者等18人 主席张议长明达 秘书长黄尚文 议事主席人张燕博 记录卢正道林绿燕王丽贤黄旭李静荣 主席宣告开会 一 报告事项 一 本会第18届第11次临时会 其依据地方制度法第34条规定办理 二 本次临时会议事日程 经9月10日程序委员会议排定 即一言报道一别会议一读会半天 小组活动半天审查议案三天 讨论议案二三读会临时动议一天 自9月12日到9月19日到9月20日 共计五天 三 本次临时会主要任务 审议自定嘉义县新设置序幕厂管理自治条例 审议嘉义县营业卫生管理自治条例草案 审议嘉义县娱乐税增缩率自治条例草案 审议您报废拆除排路大乡社口国民小学 及嘉兴国民中学士校建务案 审议嘉义县消防局监管职务宿舍及车棚预年限须报废拆除案 审议您出售坐落 嘉义县中山段七小段十六 十六之二 十六之三 十六之四 十七 十七之九 十七之十 十七之十二 十七之十三 十七之十四 十七之十七之十四 通过完成一读交付联审三三会上午十十三十四分 以上 各位同仁 对于上次会议记录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 没有 没有我们就较远了 第三 甲一号案提案人县长张法官阿游 有关制定嘉义县新设置序幕厂管理自治条例案 请审议 办法审议通过或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布 并依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保请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沈财建 原案通过张婉针议员保留花言权 我们家一号案 公议通过对我们家有什么意见 来 张婉针 我想 希望可以一公里 那我们把它缩短成五百公尺之后 其实他们已经有一些退让了 那我们不应该再接受畜牧业者 他们来澄清说他们要求希望可以三百公尺 我们就听畜牧业者说话 虽然说嘉义县是农业大县 但我觉得说农业大县不一定只有畜牧业代表农业 我们农业还有很多其他的产业在 不是说畜牧业就可以代表说我们是农业大县 所以畜牧业要让他说一定要发扬的多好啊多大这样 所以我坚持我的立场还是一样 就是我们距离还是要距离五百公尺 然后离那个机关学校是一千公尺 不应该是任由畜牧业者觉得说三百公尺 那嘉义县政府这边呢 就听畜牧业者说好就是三百公尺 那当然农业处这边也说 因为其他的县市都是怎么样做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赵华官县长 你在那个嘉义县你到底要带领到怎么样的方向 因为你既然现在说要发展文化又要发展观光 你觉得文化观光可以跟那些养鸡场啊养猪场啊 可以并存在一起吗 我想这个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县长应该要想一下说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把嘉义县带到怎么样的方向 另外呢那因为那个忘记的议员今天请假 那他这边有一份声明啊 他还是希望说我可以代替他念出来 他就说针对嘉义县议会第十八届第十一次临时会提案 应距离商店机关住宅周界五百公尺以上 及距离学校或医院周界一千公尺范围以上 第三要求目前及未来在嘉义县政府及县内各乡镇市公所 申请序幕容许使用许可同意的申请案 序幕厂设置之设备虚为密闭式 且具备喷雾除臭及防尘的设施 这个是王岐黎议员他希望说我可以帮他说明表达一下他的意见 那以上还是我的建议 因为我不知道其他议员的想法是怎么样 然后站在我个人的立场 我觉得说还是要兼顾一下 我们的县民的居住环境品质 然后就算说你规范的多好 其实农业其他农业也是要生存 不是只有畜牧业要生存下去 居民的生活品质更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嘉义县的人口流失已经非常的严重了 人口逐年每年少了5000人一直在递减 那我希望这个事也可以值得各位同仁思考的问题 那以上是我的建议谢谢 关于我们嘉义厚案 对于我们所有的变成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嘉义 我们政府设置这个自治条例 第一点他设置这个法 就是要来让我们所有的 在屏幕、在屏幕、在屏幕、在屏幕 很多官司都有设置 所以说我们嘉义县委员 嘉义官政府提出这个案 要让我们嘉义委员来寻这个案 当初呢 当初你们第一次有1500至1000 我们现在叫農業厨长再来说明一下 他的農 当初去说的500至1000 他500的凡数是農委会的标准为500 所以说呢 他又认定一个设施 所以说变更好的设施 所以说他说多一个300 所以说你这个要说明好 刚才整个都五月说500至1000 那那设施 那不一样 所以说 今天我们这个条例又过 我们说一句实在是对八成有更好 如果今天这个案没有过 我们现在的案是这个案 我们是各自或是阿贵 给他们 时间越拖越久 说一句实在 你们现在目前这个条例没有过 所有的 业者没有申请 在你的家庭就能申请了 我是说 我们这个案 应该让他们税 要先给过 过了 阿贵 我们议员都有监督职 阿贵 所有的八成 反应的东西 今天我们再 再来做事实的修改 应该是这样 对八成的好帮助 没有现在业者 所有的 雲林 台南的整个业者 都都拿 咱咱咱不过 都先咱咱咱咱 一直申请 这以后不得了 事实对八成 都不好 阿我还要跟你说 你听 所有的 所有的民意代表 大家都对八成 都非常重视 大家都很爱 选票算的 是对一个 对一个 民意代表 哪有 都没有八成 对他去投票 哪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 我是说大家 要用一下 我们先叫这个 農業庄長去报告 你们第一次的案 是什么案 感谢主席 由农业处这边 报告一下 其实 刚刚 詹议员可能有些误解 并不是序幕 业者 陈勤 我们才挑300 而是 全台湾 一般来讲 都是300公尺 为准 有 讲最简单的 零币设施 火葬厂这些 也是300而已 那 我 我报告一下说 这次自治法 跟我们原本的序幕法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 规范不一样 我们是把距离明定 还有办法範围 也一起明定出来 另外一个部分是 还设立了一个全台湾 绝无仅有的落日条款 就是怎么样 让旧的序幕厂 我们希望在辅导三年内 有一个改善的机会 还没说 旧的 旧的没有办法去改善 反正我们限制了新的发展 所以这个是自治法整个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跟问题 医生 来 我想讲 其实医长你说得非常赞行 这个自治条例 我也觉得要过 然后只是说 我觉得在距离方面 一样 为什么不能照 那个原有的 就是我们已经讲好的 500跟1000 自治条例也是可以修改 为什么不先照这样下去做实施 那既然说 你也有说 其实是旧有的 要下去改进设备的话 我们的自治条例 里面也是有钉钉 我看我们的 你和我们的资料不仅 我们嘉义县的序幕厂 其实有1300多厂 将近1400厂 然后所以呢 你如果再增加 就是目前在县政府手中的有77件 在各的乡镇施工所有22件 加起来也将近100件 你想想看未来 还没有申请的 已经就有100件 因为我们再加1000 又会增加100个序幕厂 所以总共大概就将近1500厂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 你们既然都会说 是旧有的 要下去做改善 为什么我们这个条例呢 我们不要再说 让新的一直在进来设啊 我们可以让旧有的 就是用这些规范 让旧有的 他们可以发展得更好啊 那我们嘉义县 不是说只有序幕压要发展啊 县长也说 我们要发展文化 发展观光啊 那其实这个的话 不是等于说 我们把旧有的 再把它辅导得更好之后 其实原有的 可能是我们 传统产业的虚目业者 可能他们都在历史上 历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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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我们都想过说 设置密闭式的 可是我们嘉义县 比人家还宽容啊 因为我们三百公尺 你设置密闭式 我们再加一条哦 你就是五百公尺的 你是非开放式的 可以就像那天 我们去看的两家 他说 六分台 开四千万 那六千万 也是同样 你们的本口照给我们看 同样看到 那些鸡毛在那边 这是开四千万的 这个就是所谓 五百公囚的 非开放式的 那我们嘉义县 多了这一条 可以让人家来设立耶 那为什么 我们都不把它严格一点 就是 我的距离要求是五百公尺 跟一千公尺 你现在要新设立的 我就是这么严格的要求嘛 对啊 然后我们再来去辅导 旧的业者 他们怎样去改善他们的设备啊 那未来在嘉义县 设立的不是就会是设备比较好的吗 也不会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啊 我相信现在处长 你自己本身 应该也都很注重生活品质啊 如果今天 你自己是住的旁边 你都是养鸡藏的 像我们楼草的 你看他的船民 我觉得他很可能 他是一个少年人 然后他回来做事 然后跟他的旁边 他的船的旁边 我们楼草的中卫区 那些船都中卫得得很好 他的船的 船里面就一张拿着拱绞 他的旁边也有一张拿着拱绞 后面又四张都要生气 你觉得说 这个少年人 比我那小孩 他想要回来 从事农业的工作 他周遭他的农田 旁边都是畜牧场 包围着 你觉得他要怎么样 跟作下去 他要怎么样生活下去 他还是一个年轻人 他也打电话问我说 议员那我这样要抗争到什么时候 然后才有办法 就是他们不要盖养鸡场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报委员 其实您讲的就是 现有的状况 我们才是需要过这个法 来定一个规范 对没有错 所以我就说 那既然居民都有这样子反应的时候 为什么你们那么坚持说 别的事是怎么样 你也说我们嘉义县要走出自己的路啊 别的官司 你跟别的官司 你跟别的官司说 别的官司是怎么样 你为什么不能说 别的官司比较严格是怎么样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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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的建议 那我觉得说 我尽量把自己的意思表达 我觉得说 我把我的 表达出来 让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那当然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这样子 那当然还是尊重大会的决定 那个主席 他刚才咱议员 他说 我们这些 选择的 的条件 并于那些训练 不过跟观众 你讲的东西 你讲什么 就有这个机会 跟台会报告一下 目前我们定制的法令 我相信是全国目前是最严格的 因为我们不但把范围距离 还有各个设备设施 都明确规范出来 甚至有所谓的落日条款 希望三年内 包含 把旧的全部都纳管 我相信这个是 一个工程蛮浩大 而且是最严谨的法规 可以跟主席报告 这是我们应该说 目前全国统严的 好 管长你要报告一下吗 管长 还是应该给处长 详细报告一下 这个 我们现在 咱约官1295厅 既有的序幕厂 七层都是传统的 这些 开放式的续容设 那我们现在要定制制条例 就是县政府跟县议会来 共同制定一个最进步的 最负责任的法令 而且绝对不是最宽松的 刚才议员你说的婚人官 婚人官是三百公秀 三百公秀 他有要求水帘是密闭式 我们是五百跟一千 一千是医院跟学校 叫一千以上 五百的话就根据现在 每个县市的 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五百 每个人是出品隔壁就可以了 你也没定的 但是现在婚人官 它是三百 啊 冰农官也是三百 我们定五百 但是我们的三百 三百就是跟他们一样 要密闭式的 而且我们有落日条款 落日条款 这个部分 处长你再起来 详细跟议员说明一下 他要听的就是这个部分 你要给他解释一下 我其实说明我手头的主条 这也是农业厨给我的 我现在手上这一个 是云林县的 那个他们的自治条例 然后他们呢 是第五点是新设置畜牧场 一距离商店厂房 机构学校住宅周界 三百公尺范围以上 然后呢 他说他新设置的呢 要依照下列的设备下去做申请 他饲养租场水帘 或其他功能相同的密闭式租设 他没有像我们所谓的 非开放式的 所以我说的 我不知道是怎样 你们听不清楚这点 三百公尺以来 我们都同样 不过 雲林館的 或是吉他館市的 他们就是说 你现在要在我的館 要建的序幕场 你就是要密闭式的 就是要具有水帘啊 负压那些 就是你说设备最好的 你现在要新的 在我这儿建的 你就是要密闭式 你就是要统好的设备 不过我们家宜館 有开放一个空间 你三百公尺跟其他县市是一样的 没有错 可是你又多了五百公尺 我要求的是 你只要有非开放式就可以 但是说 你一天 你若不是要去非开放式的 像两家的 我们那天去看的 铁摩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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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一下我们上面条例 其实我们包含 国议员说的 摸的杯还是炒的 我们回头是全部都纳入规范 那一天您看到的是现况 我们现在这是有纳管 那你看 诶 讲到这一点非常好 那一天我们要求 我跟黄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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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申請的記憶還看得到雞毛亂飛啊 我們不必為雞毛這個部分再講 我一樣再強調 不是 你在幫我們說 那你那樣就從互亂看 沒有 對啊 所以 一個是看300是什麼樣子 然後再看一個500是什麼樣子 什麼樣的樣態 對 所以500的雞毛還會亂飛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我們嘉義線應該是要全部都密閉式的 我們為什麼要有非開放式的 每關七都是三百公斤有非開放式的啊 都是密閉式的啊 所以我就說我們嘉義線比較寬鬆啊 報議員 這個不是比較寬鬆 因為我們要多了一個選項 那人要選擇嘛 你的落日條款一樣啊 不是密閉式的啊 也是只要說你可以防止雞毛亂飛有威網就好 就是跟那一剛看到雞毛的亂飛啊 報議員 您指的是現況 你不要讓我坐坐好不好 我也不會和你坐 沒有啦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正義的去告是說 我們的設備是五五八的設備是 這麼晚會這樣做還是怎樣 沒有說 不是這樣 報議員 報議員 他在說這是我們那天去看的現況 那其實未來我們包含這個落日條款的部分 全部都會納管 意思是說 摸跟背是不對的 我們原地國會叫它為網 你去罵摸或是那種草味或是蛤蜊 不能再出來 這個都明確在規範裡面 所以並不是一直拿著那個 那處長我請你啊 我請問你 那像我們那天去的時候 他雞毛是這樣亂飛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 就是設備要改善 當天你有去 那你怎麼做改善 那個部分微網就可以解決 我覺得網不了 我看上天根本就 不是說整個都 他是整個都封著都網住的 所以 所以你那天帶我們去看的設備是就是 五百公尺說這樣就是合格的啊 不然你怎麼帶我去看 人家那天還四千萬 報議員 你那天去看的都是現況 我一再強調 這都是現況 你要看 你說要帶我們去看 是說目前這個就是合法的啊 合格的啊 什麼叫做現在就是又是現況 表示那一場是不合法的咯 不合格咯 報議員 是不是 我們現在堵到通道 不是 我要請教你 那你怎麼說的 那七星的股份 你從去看過 那就是 難機場的地方 這樣有合法嗎 這個叫做新設 說說你回答我 那那個有合法嗎 有符合 你覺得我們那天去看的 他有符合 就是你現在新設置的 五百公尺的標準 可是他是舊規範啊 不是 我就說那如果 現在去看了五百公尺的那一場 有符合 就是他有符合性 你現在新的 我們要通過的 這一個自治條例 五百公尺的規範嗎 距離不管 他其他設備 就我們目前去看 他基本上會怎麼亂背 表示說未來新鮮的 也是會這樣嗎 所以那個是衛生標準的部分 他絕對要再改善 所以表示 表示也是沒有合格嘛 那是他管理得不好平民 所以這樣 所以你從我們看的就是說 他設備有合格 他管理得不好 是 因為 每一條我來講 你怎麼沒有合格 我沒有合格 對啊 就是我們說他要改善 你帶我們去看 我要叫你帶我們去看 是合格 你叫你帶我們去看 就一條我這麼合格啊 對 因為樣態不一樣 一直在講 我們也把 那整個不同的樣態 在設施上面 都已經做了一面 所以你看看 你要帶我們去看說 他設備都是合格 所以你想想看 為什麼居民會擔心 你帶我們去看 你連要帶議員去看 我們要 你叫你們白師 說你們就把我們通過 五百是多少 六三百是多少 那要快點 如果他們根本就沒辦法 濃厚 那些環境沒辦法濃厚 所以這個才需要他們再改進啊 所以才需要他們再改進啊 那你說明一下怎麼改善啊 就是維網 包含蒼蠅的部分 其實都有需要再做改善 因為蒼蠅也是操作上 像有一些 像蘇利菌那一類的藥劑 可以防止它化油 好我想以上我表達說 我去看到的 然後跟那個 就是我收到的想法 然後就是 因為我真的覺得說 我們嘉義縣政府 光多了這一個 有非開放式的啊 你就是比其他縣市還寬鬆 我們就是比別的縣市 有設定知識條例 還要再多一個選項 我覺得這一點是值得思考的 好謝謝 來來 主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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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議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就是 首先 關於這個 自治條例有沒有比較寬鬆 比其他縣市寬鬆 我們說一句良心話啦 其實我們是 現在台灣來講 應該是相對來講 最嚴格的啦 但是 關於這個就是說 我本來一開始是主張 就是說 所有的養雞場 不分它是新市還是舊市 就是500公尺以上 一般住宅 那醫院 跟學校是1000 但是因為 縣府這邊有思考是說 是不是讓新市的 給予一個類似 就是獎勵的概念 就是讓他們 只要達成新市的 這個設置條件 就可以讓它 在300公尺以上 當然 我個人還是覺得說 應該大家是 比較要比較嚴格一點 只是說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議會有行程的空間 大家還是可以討論 那我這邊 其實我比較關心 就是說現在 這個養雞場 既有的養雞場 這個落日條款的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事實上 我也覺得應該給 說實在應該給縣府肯定 因為其實現有的養雞場的問題 才是最大 就是說他們對這個空氣品質 跟居民的居住環境的影響 才是最大的 那針對這個第六條 好 落日條款的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處長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現在對於這個 就是核發許可以後的這個 就是設置的這個 既有的養雞場 我們有沒有每年度換照 就是說我們這個許可證是 就是永久就是給它許可嗎 還是說我們幾年會有一個換照的機制 然後它沒有達成什麼 我們什麼的要求 管理要求 我們就不會去發執照給它 謝謝議員這個部分提問 其實農業部分都沒有所謂的換照 因為我們跟工業的操作不一樣 一般來講是我們都會回歸畜募法 比如說它被檢舉 像有一些養豬場被檢舉排放污水 或者抽棄 所以它那個是也是得 我們回來母法 它也是得聯法 而且是必要 如果履歉不聽 我們就得側障 那你說有相關的罰則 或就依照畜募法 那我們現在這裡 因為畢竟它是落日條款 我們是希望說 它是一個有效力的落日條款 那你這裡講說 它要在 就是我們這個條例 如果我們新的這個條例 通過之前 我們通過之前 原有的這些畜募廠 我們希望它在108年12月31號 其實這大概三年的時間 它要達成我們要求的標準 是不是這樣子 那好 那如果說 那沒有呢 那它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效果 報議員 剛剛在講 我們像這個部分 我們會回歸母法 就是畜募法這邊的法則 三到十五萬 如果有情節嚴重 沒有你是依據什麼樣 然後所以才罰它三到十五萬 被檢舉 或是我們經環保局這邊會同 一起去查看 有確認的事實 然後又給它改善的空間 然後又不改善 所以是三 為什麼會訂三年 就是說你要有 要有輔導期跟改善的期間 然後如果都沒有辦法做到的話 然後就像說 露天不可以 那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它就願意承擔這個成本 然後它就不去改善那個設施 那不可能 就是說它就是讓你 每次才 因為我不相信 應該是講 以現實面而言 沒有人會扛著 因為它是 罰則是有急劇的 它這次三萬 第一次是情節輕重開始往上調 第三次又挑十五萬 十五萬連罰 然後又情節重大 我們就得撤掉它的成兆 所以是蠻嚴重的 是三年的改善期 所以我們訂了這個事 其實是嚴格執行 其實也是全台灣 所以我現在 其實我這裡就是比較擔心說 其實就是怕說 這個你三年的這個 落字條款時間到 它還是沒有改善 因為我們現在大量的這個問題 是產生了既有的 因為應該是說 舊的設備 我們定這個法規 其實就是先進的精神 讓它 助使它進步 我們是希望三年 輔導期內 把舊有 我們說起來 七星的這個古典 它要有兩條出路 這是設備的改善 這是可能 如果沒法改善 就幾毛相適 可能要輔導轉業 所以它是 反而是對環境品質 是一個嚴格的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效果的部分 你要定真去管理 這支部門是重點 這支部門就是重點 好 謝謝 好 謝謝議員 稍等 其實我們今天就是要 你們沒有保留法律館 都不能說話 但是我們議會 前中大家有什麼意見 讓你們大家告一下 沒關係 所以說 包括保護議長 台會主持 館長 所以我要起來說 議會程序裡面 我們就入去議長裡面 現在搞這支議讀 當然 這個案一定要一讀 所以說 因為各位議員 也都認同 這個操案 只是文字的修正裡面 當初 處長你 沒有講稀兒清楚 混淆視聽 所以說 我也說 整個也搗亂著 媒體先生小姐 傳媒界這邊 所以我本身在這裡 再次的眾生一句話 也要借用 今天的媒體 先生小姐們 我們這些傳媒人 跟議員政府 這議員努力 這幾十天的 所有這個操案裡面 是台灣姓 第一個管齊制定出來 最糟糕的 剛剛婉真議員講的 是要往後日後的嚴管問題 再來就是嚴肇的福德問題 處長你要頒當起來 要告知我們全家一線的縣民 讓他有安全感 讓他沒有在乎後顧之憂 甚至讓業者 能夠進入在執行 這些呈現面以後 要怎麼進來進行 這我就說過了 你要去福德 那制定條件 草案裡面制定進入厚度 再來 我們說得不好聽 議員這裡也沒有保留 是不是把這個案 趕快過去之後 日後需要改善 再修正 我們再來做日後的檢討 這是最大的目標 最大的用意 要不然我們自己的官議會 你來看 我們都認真 監督 幾十天的啊 好不然他一度過 他心災一樣 又過 進入他度連心 要對他三度 三度 我們要搞得非非洋洋嗎 要我們百姓留心嗎 所以我今天希望說 我們今天明天的神經修正 我們要祝福你們的黨筆 祝福你們的力量 跟我們告知於全台灣省也好 我們自己的官民方針也好 我們是活在這裡做尊嚴的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制定草案裡面 我們是破例子最好的標範 希望說今天我們各位議員 都大家很用心的經驗 由到我們的長主持 我們的議長 所有的議員當年 這個感動是 來修正這個草案 我本身在這裡 希望說我們這個議會 我們快要告一告 政府委託 政府三度 來確定我們這個通過這個 我們的 我們的 這個 加伊凡這個議員 希望各位議員 大家可以臨同 一起通過 日後 共同過來 感動到我們自己的政府 未來要怎麼去 連館 整個業主 讓大家能夠放心 有一個真真正的好的家庭 本身在這裡 對待意見 報告 因為 事實說 我現在議員當時 都是由美財 環境衛生 它的品質 大家的意見都是很好 但是我們現在 以前剛才議員有說的 現在已經要進行二讀三讀 就是說我們不能再拖下去了 主席我們頭一天是說七十幾乎 這已經一百超過了 拖過 罐如果沒有頂 越萬頂就對了 申請的業者 特別的業者都要來改館的申請 我覺得我們頂這個案五百一千 是二百一 二學校到一千 二五百 就是說你這財團要來蓋的 二項五百 我們譬如說 農民自己的主席要說 我外面就派賺錢 回家蓋一個家庭 我本錢要這麼多 二五百我就沒土地 這樣要怎麼辦 所以這也是有一個困料 本事的意思就是說 管理最重要 管理的方法 我們來去跟鑑督好 你說鑑條的鑑目一定有的 不能沒有 那是我們去那裡 去那邊協賞 去那邊軟 你如果不要去就不會了嘛 對不對 人家又好心開 讓我們去那邊看 我是 本社的意思是這樣啦 三百頂的就是說 有我們自己的主席 就本錢比較低 以建設 對嗎 來 來 來 大家標示意見的當中 我希望中 管長 還有農業主席 你們要來承擔所有的效果 對頭到尾了 立正好 民眾一條一條控制好 甚至 黨員警察的處所 既然外景在那裡叫庫仁天 這三檔情 大家議員在這裡在建議 你們搞真的拿這個要在這裡修正 這三百號 五百號 一千 論真要說起來 共用 你如果沒法參與我們地方的主法 你今天要來 討論到這個 應該是屬性啦 誰都要討論啦 頂尾農委五天的臨時會 五百一千 大家在那裡討論一波 開點半千 說好了 要 刷個好好管理 這這樣就是我們農業主 加議官政府 農業主 你 公連廟是我們加議官議會 現在跟這處 議長雖然有叫大家說共同 黨團來協商 但是 我也知道 有很多議員 他們在立場上 他們不可以 他們會來表達 但是今天 趕著這個機會 我是很希望說每一個議員 你都要表達出 你要五百一千的 還是要三百五百一千的 這樣以後 立宿建政 這麼不去 王鑑賀公 都在整個 發力過 因為 我也知道 我國民黨團 像這七個 我還要拼腳 拼手就拼輸你們 但是 我覺得 剛才 張宛宗議員 他就是在為了 我們第十道任司會 在那裡政策 我們議員的質疑 你管政府上來 為什麼要再拖這麼久 南東 農業首頂 你當初的事 你不去做這些業者 他們都有講話 包括 每一個鄉人 香港所好 或是說 地方的主席 或是代表 創立頂 大家共同 一道 兩道 三道 協商 開火 然後 人家來做火 建設辦法 這樣是不是 大家都沒什麼 你知道嗎 在頭本去那裡 不光是在那邊 像剛才 紀政院警 他們都要做動頭前 怕人發生事故 都要動頭前 在這裡 我希望議長 是不是哪會打 每一個議員 都會標示他們的意見 這樣有沒有 那 通常 大家去 我沒有 人家要這樣也沒關係 對啊 對吧 但是我們待會兒就 看大家的意思 意思如何 因為我們這個案子 要真相自討 一旁 大家也沒意見 你們有意見 你們拿手嘛 沒有 有意見 你拿 沒關係 來 沒有 給我 我 這個機會 給你們大家表達嘛 我們 台北主席 領議長 還有我們 各家的 處長 主管 各位 董人 大家好 各位 董人 大家好 尊敬 為什麼 我們要 訂這個 特補條的條例 設置條例 當然 我們也是在 這大期間 這幾兩年來 因為 算說 每逢下 要蓋這個 架條 地條 就引起我們鄉親 我們的控制 實在 趁剛才 我們 李議員說的 實在說 讓這些環境 要很辛苦 當然 實在 我們說 要訂這個 因為 雖說這幾年來 我們 因為我們 家的館 沒有訂這個 市務養殖的條例 設置辦法 一直 我們人間的館市 包括全國 一些養殖業者 或是那個 市統計業 一直對我們教育 來這裡設立 因為我們 目前我們現在 鼓勵 就是沒有那麼多 你這個 這個 這個條例 我是覺得 我們一定要 讓 行動過 我們也覺得 大家議員同事 有意見 我們隨時 我們都 後悔去 甚至我們明年也都在那裡 修正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不然你現在 我們現在 這個法案 沒有通過 我們現在 處角頭 我們的處兵 就可以申請 這樣 所以這個問題 嚴重性 如果 這個條例 沒有生一個 植子 沒有一個通過 因為這樣 會造成 我們現在 隨時 他在我們的處兵 就這樣 去 或是 養殖場 所以 這個 一定要 我們一定要 意見 我們一定要 隨便 我們要交換 大家 吵吵鬧 我們這個 重點就是 你如果沒有過 我們這個 修用 就是 沒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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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要先進行 也要先進行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 一百公司了 你如果沒有生 超通過 這也是 會造成我們未來 先進行 甚至兩百公司 三公司 在政家 所以我們 一定要 議會 這些議員 也是都關心 我們地平農 農民 鄉親的生活品質 當然 我們是農業官 一些 要監補 都要監補 當然 以我個人的感覺 我告訴你 最好是都不要 改議官 系統好 甚至像我 頭的主張 一公里 甚至還有兩公里 也會 但是我 議員我是一個 我是 在我們議會 就是要大家共同討論 我也尊重台會 會感激 以上 報告 議長我想說 這次條例 我們都同意讓他過 只是現在大家比較爭議的 就是 到底是要做 第一次的 我現在就跟你說 現在他拿這個案 就是 這樣嘛 你如果覺得這個案 沒有同意的 你自己手 這樣好不好 這樣啦 對啦 譬如說 你完全沒有同意這個案 你就 我命記錄給你下來 現在大家沒有意見 就是同意 我看過幾個 所以說 像這樣來改革 這樣 這樣 看來我們加一號案 我們這個案 我們這個案 就 還有 三個人有意見 你們都要來拿手 我跟你們 例如紀錄 如果你們 這個案 不適合 還是國城 你們認為不適合 我就跟你們 立正 這樣吧 我的意思是 參觀完全議員 一樣 對 我知道 要跟你們的意思 我跟你們 我現在列入紀錄的不是說我們反對這個自治條例的設立 我們是針對距離這個部分沒有辦法接受 好,這樣你就對幾個完整,再吃,再對議員 來,先點點,你把它記起來,他們要...有鞋子的,你把它記錄起來 他們的完整要五百一千 這樣啦,你把這個列入紀錄啦 出來的目標就是大家同意啦 來,我們這個加一樓翻就進入,我們是特通過啦 來,進入三套啦 賈一號案,提案人,縣長,彰法官,安游 有關制定嘉義縣新設置序幕廠管理自治條例案,請審議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地方制度法第32條規定公布 並依同法第26條規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被查 請中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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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條規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布 審裁刑原案通過 加一樓翻各位中心看什麼 沒有啦 沒有齁,我們進行二套啦 我們進行三套啦 賈二號案,提案人,縣長,彰法官,安游 有關嘉義縣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草案,請審議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地方制度法第26條規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布 來,賈二號案,各位委員,我們完成三套 賈三號案,提案人,縣長,彰法官,安游 有關嘉義縣娛樂稅徵收率自治條例草案,請審議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地方制度法第32條規定公布 並依娛樂稅法第6條規定,報請財政部合備,審裁刑原案通過 賈三號案,各位同仁告訴什麼 沒有,我們完成二套,進行三套 賈三號案,提案人,縣長,彰法官,安游 有關嘉義縣娛樂稅徵收率自治條例草案,請審議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地方制度法第32條規定公布 並依娛樂稅法第6條規定,報請財政部合備 賈三號案,我們完成三套 賈四號案,提案人,縣長,彰法官,安游 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補助辦理 105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監會等而案 共計新台幣106萬5千元診 你請同意新型電戶,事後依相關規定 列入預算轉證,請審議辦法 審議通過或新型電戶辦理 事後依相關規定列入預算轉證,審裁刑原案通過 審議通過或新型電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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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後依相關規定列入預算轉證,審裁刑 有關布袋都市計畫1-9號 道路新幣工程及入屏專案 縣轄內道路養護及改善工程監會等而案 第一項,原案通過 第二項,辦理本縣入屏專案 縣轄內道路養護及改善工程工程會計 1,500萬元整一案 因未補合電戶款處理要點 退回蔡其章議員保留發言權 教育發言,各位同學 教育發言,各位同學 教育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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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號,岸田仁縣長張娃娃官 按鈺 有關留意總和治理計畫 第2起雨水下水道工程議案 合計經費新台幣 268萬元整 您請同意先行店戶 事後以相關規定列入預算轉證 請審議 審議通過或先行店戶辦理 事後以相關規定列入預算轉證 審裁監 原案通過 教育發言 各位眾人說什麼的 沒有啊 沒有我們教官來怎麼過 哦,對 啊 加6號案 各位同事,加7號案 7號案,各位同事,說什麼 沒有吧,不能交換案通過 賈八號案提案人縣長長話官 案由簡送 您報費拆除排路大鄉社口國民小學 及嘉興國民中學市校建物案意見,請審議 案法,是貴會審議通過後建物已遇最低使用連線,同意報費 建物未遇最低使用連線,令含請審計機關同意後,再以報費審裁券原案通過 加8號案,各位同事,說什麼 沒有,不能交換案通過 加9號案,提案人縣長長話官 案由,有關嘉義縣消防局監管食物宿舍及車棚預連線 你須報費拆除建物兩作案,請審議 辦法須貴會審議通過後,請准意同意報費審裁券原案通過 加9號案,各位同事,說什麼意見 沒有,不能交換案通過 加10號案提案人縣長長話官 案由,簡送,您出售座落嘉義市中山段七小段 16,16-2,16-3,16-4,17,17-9,17-10,17-12,17-13 第號等十筆現有非公用土地及其地上屋教師會管移動 議案,請審議 辦法 一,審議通過報情內政部核准,並依規定辦理出售 二,本案出售現有非公用土地處分期限至報奉內政部核准之至起算五年 審裁券原案通過 加10號案,各位同事,說什麼意見 沒有,不能交換案通過 以一號案提案人張議長明達 案由,有關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九條修正草案,請審議 辦法,本條文審議通過依據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含報內政部核定後施行,審裁券原案通過 沒有,一號案各位同事,告一告 沒有,沒有,我們教官人通過 臨時同意 有嗎?沒有吧 先讀本次會議紀錄 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間 中華民國 105年9月20日上午10時01分 地點 本會議事聽 出席張議長明達等29人 內席張縣長花冠等26人 來賓各報社記者等20人 主席張議長明達 秘書長黃尚文 議事組主任張燕博 紀錄羅正道 林綠銀、王立銓、黃旭平、李靖榮主席宣告開會 一、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議事日程 二、議事組宣讀第一次會議紀錄 二、討論事項 一、為賈一號案請審議議決 原案通過完成二三圖 董國成、張滿珍、林綠玲、吳詩蓉、詹黃素蓮、蔡信典、黃金帽、王錫禮、李國勝等議員 建議 應距離商店機關機構住宅不含農舍 周界五百公尺範圍以上距離 學校或醫院周界一千公尺範圍以上 二、為賈二號案請審議議決 原案通過完成二三讀 三、為賈三號案請審議議決 原案通過完成二三讀 四、為賈四、五、六、七、八、九、十號案請審議議決 賈四、五、六、七、八、九、十號案均原案通過 五、為以一號案請審議議決 原案通過以上 各位同情 對我們這次的會議紀錄有什麼 沒有齁 沒有齁 沒有我們確信 來 閉幕啦 好 閉幕典禮開始 全體請起立 主席請就位 向國旗及國父儀向行三鞠躬禮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主席請副位 全體請坐下 好 簡單 好 蛋 電話 谢谢观看